哈喽,大家好,今天是红米K50系列的首发日 然后我也入了这个红米K50 Pro 这个也好多年没用过红米了 之前用过一次好像是,忘记了,好像是那个Node 然后,对,最近呢,没什么新款的手机上市 这个月好像比较安静一点 然后这个红米K50 Pro呢,这个又是天机的处理器 然后又有2K屏,我觉得还不错,所以就入手了 那这次的颜色确实没什么喜欢的 我看了一下,好像挺多人喜欢银色的 其实关注我的同学都知道 我一直买手机都不喜欢买黑色 但这次我是入了这个黑色,12加256 OK,大家看到这个包装了 就很简单,白色,香槟色吧,的字体 后面还是有个红米的这个小恐龙 那我们现在先开箱 其实我最近呢,很期待啊 这个,第一是那个Vivo的折叠屏手机 然后第二呢,是这个小米的12 Ultra 到底什么时候才出 但最近好像没什么消息啊 这个盒子还是挺厚重的 不环保 那我这个呢,因为是在京东买的 它也是送了一年的无限次数的平保险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这个碎屏 然后无限次数 但不知道到时候要使用的时候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但我还是希望不要用碎屏线 OK,那么现在拿出来厚厚的这些 应该是小纸片 然后机壳吧 对,纸片 透明的这个机壳 然后这个好软啊 然后这个设计呢 我觉得也是跟那个Siri那个差不多 OK,这个就放好太远了 我觉得这个个人的手部是很喜欢 那还有什么东西呢 SIM卡针 没了 那这个先放到一边 我们看一下手机 先放到这里 120瓦的充电器 那也是小米的这个完全没变化 好重啊 这充电器真的是 然后数据线 那也没了 没东西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手机 好紧啊 这个红米 那为什么会买黑色呢 我觉得其他颜色也是有点平平无奇 那黑色呢 这个 雨 墨雨色呢 还是后面还是有点 我觉得有大理石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是OK的 所以就入了这个颜色 我们看一下 那大家会看到他这个背后呢 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 然后这个只是一边的这个 有这种大理石类似这种碎了的纹路 这些地方是没有了全黑色 然后这个就这个T型的这个 有点高低不平的这个摄像头模组的上面呢 这个是感觉不到这是什么材质 但这个呢很明显是这种亚克力的材质 这个也有点太廉价了吧 对 然后这个有个应该是黑色的面板 这个透明大家看到吗 应该没有灯的吧 这个对就有点亚克力的感觉 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呃指纹键 然后这个音量键 然后还有下面呢 就是type c的接口 然后这个外放 然后 然后 嗯录音孔 然后这个 SIM卡托 OK 其实还是蛮漂亮的 这个颜色比较低调 但是一定要用这个透明的刻才能看得见 然后后面呢还是挺容易有指纹的 大家看到已经有指纹了 然后这个摄像模组呢 其实怎么说呢 不好看也不难看吧 就这样子 没什么高级感 OK 那上面呢这有什么东西呢 上面应该也是有红外线 然后有这个应该是收音孔 然后还有这个外放 这边是完全没东西 其实我不是磨得出来这个边框是什么材质的 嗯 是不是也是塑料的 知道的朋友留言告诉我 OK 那就大概这样子全黑 那我们现在要激活这个手机了 那大家看到现在已经激活了 那激活之后呢 其实看到这个手机还是有大黑边呢 有满满的这个廉价感 就是对比这个价格比它贵一点点的真母 就GT2P的话呢 呃 这个黑边实在是太大了 大的有点影响了这个世界 大家看到吗 这个有点好像回到前两年的感觉 这个大黑边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系统 那至于这个屏幕呢 那毕竟它是还是属于这个2K的那什么材质呢 我还没研究 但是呢这个就刚才说了这个大黑边实在是太影响这个视角效果了 不太理想 就是 除了我觉得除了这个2K品 然后这个价格 还有这个天机处理器的话呢 其他我觉得 呃 可能我会选择这个GT2P吧 这个真我的 OK 那除了刚才说这个大黑边的问题呢 整体呢 手上的感觉还是偏廉价的 这塑料感还是满满的 嗯 其实我觉得359912加56这个价格 嗯 可以稍微应该可以稍微再做好一点吧 这个确实 3000多 甚至你512的接近4000的价格 这个质感是有点失望 但这个 这样拿起来是蛮好看的 但 就是远看的这个 呃背面 但是拿手上 确实 个人可能用不了太久 那如果是第一感觉的话 如果只拿着手上的感觉呢 我觉得3599这个价格 我是不太推荐这台手机 因为质感确实有点廉价 那因为这几年我也没怎么用过 红米的手机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款都是这种手感 这种感觉啊 这种塑料感太重了 OK那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呢 我觉得除了现在的手机唯一吸引我的 反导是这个天机的处理器了 那这个要使用几天 那再跟大家聊一下 OK那今天的简单开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